红包,每个人不是拍就是手 所以红包这个东西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用到 不如就直接拿红包作为这个教育的媒介 至少引发我们对这个家影背后的历史故事的一些兴趣 这样我们不如就做个红包 过年收红包是非常普遍的习俗 但你是否想过单单从红包丰就能够环游一个小地区呢 乌鲁冷月社区文物馆今年突发奇想 推出一系列以家影旧建筑物为主的红包丰 收到这样的红包一定会让人多看两眼 特色红包一共有六分 聚集了五个百年建筑物 收纳于一个大风套内 大风套的设计是以片状块状的图形组合起来 类似百家贝的概念 因为红包在市场上也有很多人在做 那怎样让大家或是让这红包的价值跟别人不一样 那除了设计本身 我们其实也是要大家看到本地设计师的一些作品 让大家知道其实设计一个东西可以不一样 这个红包我们是拿来卖 而不是拿来送 卖其中一个目的是 我们要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免费送的话未必能够直接带出来的效果 再来就是说我们为了要把这个红包的那个质感带出来 设计师的那个设计的那个最佳的那个展现出来 我们就用了比较好的一些印刷的材质 跟印刷的技术 所以它的成本相对会高 然后我们卖这个 我们也不是说要有很高的盈利 我们主要还是达到教育的作用 我们就会拿来当作 接下来我们再做社区工作 社区活动的一些经费 特色红包分别由三颗马凯利手绘 和百度人艺术空间设计 两组人个别设计了三份红包 三颗马凯利手绘 是以正面的方式把建筑画出来 能够看出整座建筑物的轮廓 再三走访了家营社区后 他们最终决定以邮政局和事业工 以及前身为刘智国故居的 乌鲁冷月福建工会作为绘画对象 我们两个人觉得 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的灵魂 我们人可能会离开了 但是那个建筑会在那一边 所以变成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去观察 当地的那些特色建筑 我们要让人感觉到说 一看就说 这个建筑我知道 我认识 隐隐约就说 在哪里看过 要勾起人们对他们的回忆 所以我们说我们画得会比较 你讲说写实说180项 但又不是说很realistic的一个建筑 但是就是说一看到那个形状在那一边 那个形式在那边 就可以勾起说 这建筑是在哪里这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画风 三可马凯利手绘 以简单的黑笔和彩铅笔作画 这是因为人一般最早接触的颜料 是彩铅笔 能够让他们保持着作画的初心 为了提高喜庆的视觉感 红包一般的图案 是没有采用线条 或者使用金线条 而他们以黑线条作画 怕会过于沉闷 于是加入元宝形状的暗图 搭配粉色系的背景颜色 竟也意外地和谐 因为我们就想到建筑 就是它本来就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们就要有新年的气氛 我们就要加一点新年元素 就是可能是武士 武龙 来表达出这个新年的气氛 就要让它整个建筑 因为建筑原本就是一个食体 不是说食物 它就是一个食物在那边 它不会动 它不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武士 武龙这一方面的东西 就让它整个活了起来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就加入了一些灯笼 灯笼就有灯光 灯光的反应就是说 这个是有一个生活的气息在那一边 灯是亮着的这样子 让它看起来就会比较热闹一些 反观百度人艺术空间的设计图 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整体上以传统的剪纸镂空艺术来呈现 这一次的红包风是以兔子的福禄兽为主题 然后再配合家营的一些建筑物的特色 然后做背景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以剪纸为主 所以我们的作品我们会先做一个草稿 然后过后我们会在红纸上把它钓出来 掉了过后这个我们会把它纸张连在一个广告纸上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造型再用刀片 慢慢地把它割出来 这个它会比较固定 因为红纸毕竟它比较不容易储存 兔年以兔子做主角很普遍 但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所画的建筑物并不是整体 而是选择建筑的局部 广纪堂是其中一个对象 他们采用店内最具有象征性的物件 也就是写满药材名称的白子柜 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进而了解其中的历史 这个就是那个四眼庙的那个门把 因为它的门把会比较漂亮 所以我们就用它的门把做设计 就是去加一个那个吐露平安这样子 就是出入平安的谐音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是 静电 它是一个老建筑物 就是这个行业已经不在了 不过在这个建筑物上面 它还留一些文字是留下来的 这如果你来加营的话 就很容易看得到这个建筑物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兔子设计成财神爷 然后就 OK 钱兔市井这样子 这个财神爷在派遣 然后又配合 刚好这个建筑物有 辉瑞啊 有那个珠宝啊 珠玉啊 钟表这些 所以 预议大家都 来年可以很丰收这样子